中国安徽省廊西县人民医院的28岁护理师邓娟 原本青春洋溢 却因为医院42岁已婚副院长陈静的私欲 而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悲剧 他的不心控诉 副院长陈静心存不轨 设计要他参加所谓高层的饭局 在席间将他灌醉 性侵得逞 副院长陈静还以各种话术 掌控他的情绪 让单纯的他已经分不清是恨还是爱了 期间还曾怀孕又被迫堕胎 只要他稍有不顺副院长陈静的意 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他受不了身心煎熬 留下遗书 到副院长陈静家顶楼亲生 当地政府表示 已先解除副院长陈静职务 进行责任调查 并协调民事赔偿事宜 国际东西 综合外电报导 做法 进行责任 进行责任 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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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